宠物保险 因为理赔如果啰嗦,条件项目写得再多再好,什么被别人的狗咬都会赔出国寄宿也能赔宠物走失,还可以广告协讯死掉了补助丧葬费用,写得好像CP值很高很优惠的样子,但当你需要理赔而不赔你,就是等于没保险呀,看得到吃不到真的不必赔。 宠物保单数量第一多是华南,第二国泰,第三富邦,华南保单选择多且CP值高,看过保单内容你也会选华南哦, 因为华南都是无自付额不限理赔次数,8岁以内一年保费3到4000元,最高理赔金额20万的东森保贷方案4,这个方案指欠缺侵权责任的部分,如果你的猫有造成他人体伤死亡财物损害等疑虑可以保方案3, 最高赔偿金额降为15万,但多了200万的宠物侵权责任保险哦。 但是侵权责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因被保险宠物之行为至第三人体伤,死亡或财物损害,依法应付赔偿责任,例如第三人之家具沙发门窗,外出住宿的宠物饭店,咬伤其他毛小孩等等。 方案3,包含门诊手术住院侵权广告协询技术丧葬费用,该有的都有了哦。 宠物饭的价格以0-8岁为例,从学生方案的500多块到6-7000块的方案都有, 而胖苦的华南宠物显可以在华南官网、义安网、东森宝贷、英国凯莱线上购买,价格从2000元到4000元,米克斯限定保单只要2000块左右哦。 买宠物保险要注意绝对不会理赔底状况,像是门诊健康检查、洗牙、手术结扎是不理赔底,和人类保险一样, 如果在投保前就有已知的疾病,投保后就不会理赔,例如投保前就检查出有影高症,之后要手术就不会理赔成功哦。 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需满20岁且是猫咪晶片登记四组本人,如果不同人就需要先办理变更四组后才能投保哦, 晶片转让可置个县市动保处或者是有一些动物医院会有帮忙办理变更哦, 或者以协同证明体检报告施打疫苗书身份认定文件则一种,再加一张猫咪正面彩色照片投保, 一年只能投保一间保险公司,不像人类可以投保好多间哦。 看完影片还不快点保起来哦不是,是快点按赞啦,血血,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